姜黄是民间香新兴的高经济农产品 民间香农会也趁势开发许多姜黄系列产品 尤其是姜黄的清洁系列 更荣获2016民间香十大伴手礼 受到许多民众的喜爱 姜黄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民间香目前是最夯的高经济作物 因为我们由先前的姜黄粉的那个开发以后 就陆陆续续的开发到我们的姜黄的洗髮间跟沐浴乳 姜黄洗髮间沐浴乳 因为它对我们皮肤呢 它非常有抗氧化的作用 还有杀菌防菌的作用 而且它是姜黄是非常天然的东西 它会减少一些化学东西的伤害 对我们的皮肤保护作用非常的好 我们的那个姜黄洗髮间沐浴乳 还获得了我们今年的公所举办的 十大伴手礼之一的第六名 所以它一直到现在我们的销售量也都还不错 医员表示姜黄是一项非常优质的农产品 不但可以抗癌抗氧化也可以去寒 尤其做成洗髮精等 天然的产品更是为健康加分 呼吁有兴趣的乡亲可以购买使用 姜黄是主人的一个浓散的布 姜黄平常来凝聚粉来吃 对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 还可以抗癌 做做这个洗髮精 要更健康好 可以让我们的头发 让乌溜溜的 而且而且不会伤到手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还有帮助非常的大 它的市面上的需求量也真的大 希望我们的面干浪费 南大管制服 我们都能处 可以大量的提供 面干浪费 现在来推出到我们的姜黄 来做沐浴乳 还有洗髮乳 它这个是很天然的 尤其是 今天让我们的民众 来体验 洗姜黄的 淡沫了 洗掉了 的水 跟它的柔软度 跟它的头皮 都没有头皮屑 这真的天然 真的好的事情 尤其大家都知道 我们平常姜黄 都可以给我们伤害了 所以在这里 还有给我说 我们所爱护的姜黄 这些沐浴乳 好 司法 这些好 都可以用来 跟我们民间浪费 来拆购 有民间香农会 所开发的姜黄系列产品 不但让国人在食用及使用上 都大受好评 也大大增进了农民的受益 期盼农会与县府 能够加强行销推广 让大家都能感受姜黄的魅力 民意新闻林家会 民间采访报导